明朝政府对荷兰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在第五任大员长官任期内 荷兰政府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以前老是受制于中国明朝政府的贸易政策 还是比较古老的反对海外贸易的这种政策 所以变成老是有些障碍 变成中国大陆很多货物运到台湾或运到海外 都是一种介于合法跟不合法中间的生意 有时候甚至会被当做走私 可是这挡不住福建广东地区的人民 对外贸易的需要 更挡不住在江苏浙江地区 很多的丝绸 很多的中国磁器需要海外市场 这样强大的需求 没有办法从南京宁波把货物运出去 只好靠着运到福建或甚至于广东 但主要当时是运到福建 运到福建以后 由厦门或者漳州泉州 再运到台湾 在台湾让荷兰人 运到日本或运到东南亚跟欧洲去 所以也因此让荷兰人在这里赚翻了 这发生在伯格任内 因为明朝政府到了伯格任内 正式批准荷兰可以跟中国利用台湾岛做贸易基地 来做正式的广泛的不限制的贸易 所以两者的贸易利益更加的可观 这里面当然跟郑之龙有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的郑之龙已经是中国明朝的海军将领 不再是所谓的海盗了 所以它更容易去取得这个所谓的贸易的许可证 1637年台湾岛对外的贸易好到什么程度 荷兰人开往日本的商船 就从台湾开到日本 一年之内就有14艘船 那船都蛮大的 载货的总值就到了246万核盾 核盾是这个荷兰货币的一个单位 每一个核盾大概是0.1个英镑 也就是24万6千万英镑的这种概念 就是在当时很大的一笔钱 其中由台湾岛出发的商船 就是占了80%以上 因为河南有些商船 是从这个印尼开到日本的 但是现在都是由台湾开到日本 到达日本的商船 其实除了荷兰人以外 这个还有很多什么郑之龙的商船 所以这个时候荷兰人跟郑之龙 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 又合作又竞争的一个关系 荷兰东一度公司在台湾岛历任 在1638年到1639年 光获利就10万7千4百个核盾 这是很大一个数字在当时 然后从1639年到1640年 利润就增加到了268,933核盾 这个荷兰的银币 因为它的银币上面 磕了一个盾牌的一个标志 所以中国人就直接把它称作盾 其实荷兰的原意不是盾的意思 只是中国方便 荷兰在寻找探勘金矿的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637年2月 伯格派兵搭船到台东北南甲 就是北南海岸 经过原住民告知说 当地可能有黄金的矿砂 黄金的金矿是这样 通常金矿会是在山的原始底下 可是如果有地下水或者河流经过的话 就会不断的把这些金矿的一些砂粒冲出来 就变成像黄金砂粒一样 就流到了很多的沙滩 很多河床上面 所以沿着河床可以找到黄金的源头 可是荷兰人在这方面运气是不太好 而且探勘技术也比较落后 虽然不断的找到在台东花莲 宜兰很多的溪流里面 发现了金砂 可是始终找不到金麦 就是原来的矿源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的挖矿 所以到了1637年2月虽然是说 证实的在碑南附近 溪流里面有黄金砂的一种真相出现 伯格就开始有了黄金梦 到了1637年的4月份 在派人到达台东的碑南 然后想要北上 由台东碑南北上到宜兰就是嘎玛兰去找寻金矿 看看沿途有没有更多的金矿可以找 可是遇到当时的台风大雨不得不停止折返的大员 但隔年1638年1月份 就伯格就直接的派部队驻扎在碑南 然后寻找金矿 并且调查东部原住民的村舍的状况 这个荷兰人寻金的工作 一直禁逼到了什么 西班牙人所占领的基隆 所以就开始的荷兰人开始有了雄心壮志 想要什么 要驱逐西班牙人 然后来占领整个台湾岛 因为从主权的角度来讲 你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其他的外来政权的话 即使有很多还没有直接统治的原住民村舍 但是你只要把西班牙的基隆给拿下来 或者有一些规模比较大 不服从荷兰统治的村舍给镇压了 那就等于是统一了整个台湾岛 所以荷兰人开始有这个计划 1638年的1月24号 这个伯格派了一个中尉 这个中尉叫尤里安之 就派兵攻打台东太马里舍的人 那因为当时他们跟屏东的斯卡罗人有协议 斯卡罗人说我归顺荷兰人 但是希望荷兰派兵帮忙去打败台东的太马里人 因为荷兰人的武器比较先进 所以荷兰人就刻意的 让同行这些斯卡罗的人就砍手了把40个太马里人砍头 而且俘虏了70个太马里舍的女人跟小孩 而且这个荷兰的军官尤里安之 还下令焚烧的太马里舍有300间房子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称作太马里事件 然后1638年的9月9日 同年的9月9日 另外有一个荷兰的商务员 因为荷兰人到台湾有负责做生意的叫商务员 有负责当兵的叫军事 那也有其他的职务 比如什么平议员做官的等等 这个商务员其实是权力很大的一个荷兰的体制里面的人 叫做魏思林 他同时也是个医生 他就率了6名士兵 经过屏东狼桥到了碑南去探查一下状况 有趣的是说在1637年 荷兰他的本国爆发了很有名的郁金香的一个狂热的事件 就荷兰人发现说 郁金香是给炒作的一个对象 所以有不同郁金香的品种 那个价钱都涨翻了 因为郁金香是从哪里来 是从土耳其引进的 就吸引了荷兰人热泪抢购 价格暴涨 还甚至产生郁金香的期货 产生郁金香的票据 变成金融交易 这种投机的泡沫 在1637年2月突然间爆裂 那荷兰的各大城市就陷入混乱 但对台湾岛是完全没有影响 至少记载上面 在荷兰殖民统治台湾岛的这个时间点 是台湾岛开始了荷兰的黄金时代 那荷兰本土的郁金香的狂热事件 叫Tulip Mania 基本上对台湾岛没有影响 而且在1637年这个有名的 投机的这个郁金香的事件 跟1720年 这简直是快要100年以后的 英国的南海公司股价的泡沫事件 还有跟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暴跌事件 并列为经济史上三大泡沫事件 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伯格担任第五任的大员长官 除了在经贸方面开拓了很成功 在殖民地的农业的开墾上面 也相当的有成就 另外的在传播基督教的文化方面 也蓬勃的发展 甘地斯牧师我们以前讲过 在1636年就开始在台南的新港社 赤岗地区设立基督教学校 那就开始教育了有70名的新港社的少年 用罗马字母去讲解基督教的教义 而且教他们用罗马的拼音文字 记录新港语跟云林的虎尾龙语 怎么写下来 而且编制了新港语的字典 1638年甘地斯在高雄的大社区 有个大社里 现在叫做放锁社 就盘索瓦就设立基督教学校 而且命令屏东万丹的大木连社 就是我们所讲的淡水社 另外一个跟下淡水社不一样 下淡水社也是在屏东万丹 上淡水社也在屏东万丹 那这里上淡水社称作大木连社 也要自己盖基督教学校 让他们派牧师去教原住民的血统 放锁社不过放锁社到了郑成功的儿子 政经统治台湾的时代 就被驱逐到屏东临边乡的水利村 本来是万丹乡被驱逐到屏东临边乡的水利村 1644年屏东的阿侯社 所以现在屏东市 有个外号叫阿侯阿高 因为他屏谱族的名字叫阿高 也要求就是阿侯社 要开设很多的基督教学校 到了1639年 台南的大湖麻豆骁龙 还有高雄的阿宫殿 都已经有了基督教的教堂 那统计下各地受洗的原住民的人数 已经到达1849人 包括新港社有1047人 麻豆社有250人 穆迦六万社有61人 骁龙社有282人 大木匠社有209人 都已经受洗为基督徒 1640年3月 伯格在台湾病故 那就葬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热兰遮城的城旁边 也就是第一任大员长官 宋克的木旁 伯格病逝了以后 这个巴达维亚总部 派特罗德尼斯 到台湾来担任 第六任的大员长官 这位特罗德尼斯呢 他对中文相当的熟悉 会讲中文 那出生在这个南荷兰的高达市 他对台湾最大 荷兰东印度公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在1642年 驱逐了占领了台湾岛 北部港口的西班牙人 注意到西班牙人事实上 没有殖民统治台湾岛 有人说西班牙殖民统治台湾岛是完全是错误的说法 因为他既没有殖民也没有统治 殖民就从外面引进人口 统治呢 就基本上在原住民村舍 设立各式的统治制度 他没有 他就像一个在基隆的色寮岛上面 现在叫和平岛 上面就盖个城堡 弄个教堂 就一事无成 所以当西班牙人 被这个荷兰人从基隆色寮岛驱逐以后 就只能在菲律宾的马尼娜遥控对中国的贸易 但是荷兰人在当时已经垄断了 这个对中国海岸大部分的贸易 特罗德尼斯呢 也开始在台湾岛上各地找寻金矿 可是呢 他做了一件最大的失误 就是呢 想要从中国把黄金那么运到台湾岛 再运到这个巴达维亚的时候 就发现从中国运来的那些黄金 是一个成色不存的很多的参甲的黄金 所以因此呢 这个事情被巴达维亚总督责怪 特罗德尼斯这个第六任大员长官 也就失去了信任 不过特罗德尼斯呢 在贸易方面 他有个成就 就在1640年 跟日本订定了贸易的互惠的协定 那同时也跟郑之隆积极的修好 那郑之隆就利用明朝政府跟荷兰人之间的矛盾 就开始扩大自己的贸易的势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特罗德尼斯也倒过来 利用郑之隆跟明朝政府的关系 独占了郑之隆出口的所有的中国的货物 使得台湾岛变成一个非常蓬勃的转口贸易中心 荷兰人提供了很多的资金给郑之隆 换句话说他一先预付货款给郑之隆 去独占中国大陆的出口市场 那也间接的控制了中国跟日本的贸易 就把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对日本的贸易的生意 给排除掉也抢过来 那在这个时候荷兰人的收获是比郑之隆多 这一点倒是郑之隆始料未及的 不过到了后来郑之隆采取其他的方式 他赚的钱又比荷兰人多 所以郑之隆跟荷兰人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 合作是共同合作排除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 那竞争是他们两个人 两方面也要竞争对日本的贸易 这个特罗德尼斯在对中国人的方面 下令对7岁以上的中国移民 每个月要克0.5里额的人头税 每一个里额就说讲过了 大概0.25英镑相当的重的一个人头税 1640年8月1号 热兰浙城跟新港社附近 我们前面讲过就有3568位中国移民 已经长期居留而且有资格 符合资格要克人头税 那1649年也开始对中国妇女克征人头税 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荷兰人这个时候就发现 原住民跟中国的移民交往过密 不利于荷兰人统治 再加上中国的移民经常 有时候会欺骗原住民 或者会挑拨原住民 抵抗这个荷兰人的统治 所以就开始 不但限制原住民的活动 也开始限制中国移民的活动 所以1640年4月 特罗德尼斯就召开原住民的村社的长老会议 那么就有很多原住民的长老指控说 居住在村社的中国人 假借荷兰人的名义 对他们进行压迫 那荷兰的商务员魏斯林 就刚才前面讲过魏斯林医生 也奉派前往东部的悲难 然后经过很多村社的时候 很多原住民就告诉这个魏斯林说 在碑南附近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 煽动他们反抗荷兰人 所以因此荷兰人都下一道禁令 禁止中国人再到台东碑南去 在寻找金矿方面 1640年到1641年 荷兰人找遍整个台东整个花莲 就始终找不到金矿 在1642年1月份的时候 特罗德尼斯率了350人的部队 由大园出发到东部 就想要找到开挖金矿的路径 一方面找金子黄金矿 一方面征伐原住民的部落 要原住民的村社部落投降 经过一个月的征伐 花莲台东很多原住民部落 就纷纷的投降 但是传说中 盛产黄金的多罗满河 陀罗坡或者多罗河 叫达诺River 其实就讲了现在花莲的利物锡 怎么找利物锡都找不到金矿 1643年3月不死心 再派236个士兵 坐船到台湾北部的淡水基隆 然后到宜兰的多罗满 或者到花莲的多罗满 注意到当时荷兰人情报不是很清楚 到底这个多罗满是在宜兰还在花莲 搞得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记载上才会有很多什么多罗岸 是在宜兰或多罗满在花莲 现在也没办法弄得很清楚 那结果还是失败 我们看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 不管怎么努力找金矿 都只找到那种山间里面溪流的沙金 而不是有金矿的矿卖 那这样的这个沙金根本没有办法支撑 这个找寻黄金的经费 所以荷兰人找寻黄金的热潮 终于慢慢的消退了 所谓多罗满黄金河 就像是这个荷兰人的黄金梦 为什么 事实上台湾岛的黄金的金矿 是在现在新北市的九份 荷兰人走过好几次 就是没有找到 所以荷兰人金矿梦就结束了 那以上跟大家说 特罗德尼斯跟伯格任内的 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